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城市建设 包括了很多公共建筑的设计 包括洗衣中心、购物中心、广场、神庙、会堂 当然也有图书馆 后面的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图书馆 在以弗所、塞尔苏西图书馆 它的新造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而且通过它的整体的建筑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 大理石或者是石头建筑的最高峰的一种标本 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城市里面 都会有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建造 但实际上这个图书馆的意义在于 在全世界的废墟范围之内 能够看到的最完整的图书馆的正面的呈现 恐怕也只有后面的这一个 塞尔苏西在当时作为亚西亚行省最高的行政长官 以他庞大的财力和社会影响能力和责任感 建造了后面的这些图书馆 说这里边馆藏的图书高达一万两千多句 而它的这个正立面所给我们展示的是特别鲜明的希腊化 尤其是罗马时代的一个建筑的范本 这里的所有的柱头在下面的这一层 实际上是变体的爱欧尼亚和克林斯的结合体 也是在罗马建筑里面经常会看到 甚至在巴洛克复兴时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他们被称为罗马的混合式柱头 那么实际上就是有两种注视混合叠加而成 它的力量相对又高一些 因此它作为第一层 到第二层的时候 如果你仔细辨别会看到 它是单纯的克林斯式 按照维特鲁威的性别比喻 它就是小姑娘 因此它在第二层相对比较轻盈一些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构造呢 会给人在整体看这个建筑的时候 会避免头重脚轻的视觉感 而在这个上面的岩口里面你会看到三角形和半圆形的出现 这种三角和半圆的交替的一种模本 实际上也来于我们在意大利罗马看到的那个最范本型的东西 它就是万神殿 在图上了台以后 在这个狭窄的柱廊里面 你们会看到非常繁复的雕花 这些都是当时工匠先进高超才艺的代表 而很难在这个搜索引擎里面看到的图 其实不是这些 而是我头上的天花板的部分 在天花板里面你会看到正方形里面再套正方形 然后中间是一朵花朵 而这种类型不仅在希腊时期有 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有 恐怕在古波斯时代也是存在的 当然同样 当你走在西欧重点的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巴洛克建筑的时候 你在里面看到的天花板也是这个样子 从而说明 整个西方的艺术史的传承 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过程 而中间可能只有一个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期 有它非常特意的罗马式和尖顶的哥特式的出现 但大部分的前面的部分和文艺复兴后期的部分所呈现的 都是一个西方古典时代的一种模式 而这种模式无疑是希腊时期 重点开发普及在整个欧罗马大陆上的 在柱廊的浮雕里面虽然已经很残缺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种罗马的审美价值观的话 你会非常分明地发现其中的一个元素 就是这里面 这里面是一根一根的东西 然后加了一个钻带把它拴起来 一直贯穿从那边 它实际上就是罗马最高的权力仪仗上面的一个东西 它叫做树棒 但是它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 叫做法西斯 这个名字在古典时代 并不代表什么强权邪恶的意思 主要代表的是罗马之下的价值观当中 最高权力和力量的象征